消毒 Hello大家好我是苦心 這一次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玩板最新的套裝 經驗池套裝 艾斯卡洛斯 這套裝的特點 就是 它有經驗掐沉的部份 我們要看它一下這套裝 那這裏的套裝基本上也是可以製作的一個裝備喔 他也是有四件套 套裝基本上 那部分都是四件的啦 好就是這個 他的就是 他也是卡洛斯的一套裝 然後他是紅裝啊 英雄階級的套裝喔 然後有四件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每一件的能力喔 像是頭盔 頭盔的能力是防禦副3 然後還有 衣服的部分 衣服的部分 能力是防禦副7 然後接下來是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手套部分他也有手套 就是手套 然後接下來是鞋子喔 手套部分是防禦副2 安定值是4喔 這是 鞋子 副7喔殘靴 殘靴安定值是-3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個 那個什麼 造裝的加成喔 造裝加成大概有分為兩件套跟四件套 兩件套的話 你穿兩件的話 可以獲得防禦副5 然後經驗加成15% 然後你穿刺劍的時候 還可以額外的再獲得防禦副5 經驗值加15%喔 也就是你穿刺劍的時候啊 你對獲得防禦副10 經驗加成加30%的一個能力值喔 那紅色套裝基本上 裝置劍的話 好像就是防禦加10點喔 多10點的意思 好然後安定值是4 那他們是可以用製作的方式來取得喔 他們 可以用一個 這個是塔洛斯的一個靈魂喔 要去新的副本打 然後再打一些 100個這個 玩者的靈魂石 再加上 400個這個 玩者的靈魂喔 一個紅色的 100個藍色的 然後 400個綠色的喔 這個都是要去新的地圖打的啊 所以目前 打那邊的小怪啊 或者是打一些BOSS會掉落 要打一些東西 才可以做這一件喔 然後這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他是兩張紅布的裝備喔 做 你用做的話要兩張紅布喔 兩張紅布 刻印的啊或者是 不刻印的都可以用來做 還有防具 紅布也可以 然後再加上1000萬 就可以做一件出來啦 基本上 四個都是這種模式啊 四件裝備都是這種 那這件衣服也是一樣喔 一個靈魂啊 100個這個 靈魂石 還有400個靈魂 兩件紅布喔 算是價格蠻高的 製作費蠻高的 一個套裝啊 那另外啊 你還可以去打那邊 新地圖的BOSS喔 新地圖的BOSS會直接噴 噴裝備出來喔 他直接就噴 噴完整的一套 一件出來喔 另外再普通一點喔 這一件套裝啊 是全職業都可以穿著一個裝備喔 全職業都可以穿喔 無論你是法師啊 妖精啊 騎士啊 都可以穿這一件裝備喔 所以大家想要練快一點的話 可以來做這一套裝備喔 那剛剛講的那些材料啊 是要再新副本喔 新副本 世界副本 世界副本才會噴喔 艾斯卡洛斯這個新副本 要85等才可以進去喔 那這邊會噴一大堆材料 還有一些新的裝備喔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晴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啊 這裝備其實還不錯吧 艾斯加30%喔 好 大家 掰掰 是 可愛 每次一節目 有聲於是 在接著 有 有 也 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